作為老市長 今天回來台南 心情很緊張 對台南市發生的一切 我很痛心 所以我在這裡 我希望市長站起來 立委站起來 議員都站起來 今晚一個宮 跟台南市民會議 11月26 民進黨做空前的挫敗 雖然我們很艱苦 雖然我們也很不願意看到這種情形 但是我們必須要接受 因為民主一直是我們過去打拚最球的目標 民主 民主 人民做主 人民無論因為什麼樣的決定 做出這種結構 我們必須要成功接受 社會對民進黨有很大的挫敗 這是稱得來為專用 因為除了接受社會國家的挫敗之外 也應該要到每一個關係 聽出我們本身主機的東來前方的同志 所有的同志好朋友 你們會成功啦 只有幸福面對 勇敢提出改革的種種的出事 民進黨早有可能重進機構 重新再起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請大家檢討的列車 第一站在新北市 最後一站 是在我們台南市啦 我很高興看到我們大家 我們要擁有參加 我們要擁有發言 這標示什麼 標示我們在座各位 不放棄民進黨 願意繼續支持民進黨 當然也願願意和民進黨 到底為台灣打拚 你說對不對 我們用行動支持台灣啦 我們來新北京的台南市 是台灣第一的社區 是台灣文化的首都 台南市民對這個都市嚴重都全國相關 台南市也是全國國來路由第一品牌啦 我必須要這樣說 可以在台南市做市長 做立法委員 做議員 做理長 這是項目的公園 應該要好好地堅持 台南市是台灣民主的勝負啦 是收好台灣最重要的勝負啦 除了說市長 專屬的立委 過關議員是民進黨黨籍 每一邊總統台選 無論結果如何 台南市立票率一定都是全台灣相關的 可以在這個都市 選市長 董選市長 選立委 董選立委 選議員 董選議員 這是肯定的平穩啦 心應該要對台南市民感謝啦 心準感謝 台南市是一個公園的社區 但是 才多多幾年 過去是大家黑漏的社區 但現在卻是 很多人嘰嘰嘰嘰 民進黨 台南市國會公正 一定要監獄檢討啦 台南市民進黨這個公正人員 市長也好 立委也好 議員也好 說一句比較討厭啦 腳踏幾股毛 台南市民進黨都知道了 哪有什麼樣的條件說黑金啦 但是 這次台灣社會人 說台南市民進黨的公正是黑金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好想攻擊嘛 好想攻擊嘛 所以 很多人 特別是 其他的政黨 公聯就拿起來用啊 好想攻擊 只不過是親痛愁快啦 公聯 被攻擊人受傷 攻擊人也受傷 但是 台南市受傷傷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 所以 作為老市長 今天回來台南 心情是很緊張 對台南市發生的一切 我有很痛心啦 所以我在這裡 我希望市長站起來 我希望市長站起來 議員站起來 議員都站起來 沈沈一個宮 給台南市民給他 會死咧 請坐來 大家坐 我怎麼有幾點勉勒 請台南市東共一放在心肝裡面 第一 要思中的記憶 你參加民進黨的操心 你參加民進黨的操心